我们总结今天所讲的 第一就是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不单止是与神有密切关系 而且都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去祝福人 因为圣经经文都讲到 奉耶稣鸣赶鬼 所谓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能够结异象作异梦 能够有各样的属灵恩赐 先知各样的恩赐 有些是不要紧的 圣灵都会给我们的 有些人可能收到的恩赐是什么呢 就是领受很多的意念 怎样帮人 圣灵提醒去帮人 譬如我来说我没有见过异象 不过我为人祈祷 很多人见到异象 见到耶稣又上天堂都有 我至于就没有见过 不过我的心说不要紧 我在神的手中 神爱我的 神喜悦我的 见不到不要紧 祂见到不代表祂高过我 我为祈祷不代表我高过祂 我们大家都是同样领受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我们不是有什么夸耀的 这一点呢 因为越是骄傲 就越自卑 越自卑又越骄傲 所以我就处理耐心了 就是说我是接受 是神给我的 所以我就欢喜快乐了 这个圣灵的恩赐 我们就感谢神了 看到就算有些报道会 有些夏令营 都有圣灵更强烈的 运行比较平时的聚会 尤其当人集体敬拜 是更加加强 所以看得到 是真的有圣灵加强的聚会 而圣灵充满的人 圣灵充满的人越 圣灵充满了 就是 憎恨罪 离开罪 深信圣经 应用圣经 有信心 相信神很想充满我们 用心灵诚实 更长时间 整个心灵爱慕神 又渴慕圣灵充满 又主力生命 又按手祈祷 和圣灵充满 最会有帮助的 你都使用出来 这样呢 我们就整个 就是生命就越来越 有圣灵的能力 我们每次都有 给大家操练的时间 第一就是讲到 这个圣灵充满的总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